想吃肉 咱马上叫人杀猫团子 想吃带板的 咱马上叫人拧脑饺子 要吃飘羊子 马上叫你弟妹 那就后面剁线子 看你这架门 你不是插过边 也是个线头子 这一番黑话说完之后 大土匪头子王小便依旧说自己的马生病了 张作霖只好一脸陪笑的过去给马看遍 此时的王小便只是想看看张作霖的马上功夫 看他到底是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看着张作霖在马背上充满了力量 王小便不由地感慨起来 并说张作霖在这里当一名兽医属实是屈才了 随后更是当众戳穿了老张的底细 说他之前就做过土匪 那都是过去的事 只是兄弟我早就洗手不干 一日在江湖三身泥泊湖 兄弟的那双手就洗得那么干净 看到王小便如此的执着 张作霖先是让老婆赵春贵去屋子里面躲一躲 随后真诚地告诉王小便 自己现在过得挺好 而且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所以他再次婉拒了王小便 兄弟我是有牙有口的人 这一大趴了 愣给谁行啊 说了半天你是不想出山入火呀 可你应该琢磨琢磨 这宁想的玩意儿 畅老弟 你就不想再摸摸 枪 殊不知王小便不愧为狐匪头子 他心生意气 于是就让张作霖打一枪看看 在众人的拥促之下 他们来到了一处山坡之上 王小便故意让张作霖去打远处的灯笼 打那灯笼吧 只见张作霖拿起枪就对准了几百米开外的灯笼 一声枪响过后 张作霖精准地命中了目标 哎呀 马五爷家的 而张作霖也因为这一枪惹下了大麻烦 这里的马五爷和张作霖是死对的 在得知自己的灯笼被打碎之后 气得马五爷当场就破口大骂 他拿来的枪的 枪是胡头送给他的 这帮小子正在趟家喝酒呢 这柳子就是他勾里的 一个个可能了 这个别高了 镜头一转 王小便等人正在张作霖家里大口喝酒吃肉 一番畅聊之后 王小便把配枪特意送给了张作霖 殊不知这是他故意这样做的 等吃完饭 王小便等人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特意来到了马五爷家 先是把他家洗劫一共 随后走的时候 故意把这件事栽赃到张作霖身上 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逼迫张作霖再次落草为寇 钱到手就算了 多亏姓张的 等人走了后 马五爷可是气炸了 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全都被抢走了 回想到土匪临走前的那句话 再加上张作霖今天接待了王小便 于是马五爷把这仇全都记在了张作霖身上 只见他连夜写了诉状 第二天又拿着灯笼作为证据找到了官府 说张作霖通匪导致自己家里被洗劫一共 并要求官府的人赶紧抓捕张作霖 还有这个灯笼 就是他用胡子侠牵给打的 来人 听我的传令立即捕获张作霖 谢天谢礼 而就在官兵前去抓人的过程中 幸好有一位兄弟提前告诉了张作霖 并说现在官兵已经到了村口 马爷告你窝藏胡子 官兵来抓你来了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 张作霖顾不上其他事情立马就赶紧跑路 等官兵到了家中之后 张作霖早已经逃之夭夭 而此时的张作霖也未慌不择路 于是就往深山老林里面跑去 可谁知这时候竟突然出现几名标情大汉 直接把张作霖五花大绑了起来 等到了目的地之后 张作霖乍眼一看 这里竟然是个土匪窝 原来这一切全都是王小便给他设的局 这里正是王小便等人的大背影 张老弟 东躲西猫的可不是办法呀 张老弟 别散心而异的了 你就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在王小便的再次劝说之下 张作霖只好无奈地答应出山 毕竟现在已经被官府通缉 这真是现代版的逼上梁山呢 一转眼张作霖从一名兽医变成了土匪头子 随后众人便举行了入伙仪式 并下跪磕头煞穴为蒙成为生死兄弟 而就在此时 有一位小弟过来禀告 说官府的人也为抓不到张作霖 而直接把他的家抄了 张爷不好了 土刀营没抓到你 把你家抄了 这事可逼到份上了 大哥 那我回去一趟 于是张作霖便带着两个小弟往家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